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少人遭到逮捕 周末能汇集到那么大的抗议能量的原因是 那一天是人质李宗盛 二十岁生日 同时也是他被绑架的第两百六十天 抗议民众高喊 要活着见人 不要见到失代 同时大骂总理纳台雅弘 拿不出解决人质危机的对策 又无法结束战争 无能应该下台 去年十月七号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南部 造成一千两百多人丧生 两百五十多人被绑架 至今仍有一百二十多人仍未获释 加萨难民死亡超过三万七千四百人 战争看不到尽头 家属看不到人质回家的日子 因此反战反政府的情绪高涨 华视新闻纵合不到 哈喽我是张新闻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